3月强势标股 百花齐放 春暖花开388 强股出击优惠专案 标股出动 标股追击 标股就是要赚大的 筹码大师APP 找到荡荡标股 30年经验 为你找寻 倍数获利 最好的时机 请你立即跟上 立即加LINE填写表单 或拨打02-2542-6999 春暖花开388 要你一起赚钱 选择筹码强势股 超盘手 非你莫属 大家好 我是春暖大师李宗欣 上礼拜五的美国股市啊 因为在大家对FED的态度担心 FED降息的词程会持续的往后延 因为美国的所谓的通膨数据 并不太理想 所以 美债价格往下掉 美债价格往下掉 殖利率往上走 那殖利率往上走 针对成长型的科技股来说 因为对利率比较敏感 所以上礼拜五 科技股又回档了 那在科技股回档的影响之下 美股四大指数全部收在平盘以下都跌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本来大家担心会不会收美股影响 因为在上礼拜五台积电的重挫嘛 台积电大跌 台积电跌了真的是 台积电跌了两百多块钱 相当于指数两百多点 上礼拜五尾盘杀了台积电 那今天台积电除袭 除袭直接秒填袭 也把指数还持股的信心带上来了 再加上上礼拜五三大盘 外资投信自营商包括融资户 全部全力买进鸿海 那今天鸿海也几乎收在相对的最高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呢收盘大涨快两百点 成交量四千两百亿 那想想看上礼拜五 哎呦上礼拜五这种盘是 我相信上礼拜五很多投资朋友看节目的 很多同业都认为 这个地方两万点不会过了 大盘要整理了 大盘可能还有人说 这个地方是高点要崩盘的 可是呢我在上礼拜四的晚上 跟各位说高点到了吗 因为两万点很多投资朋友不敢买 不敢进场却拼命买ETF 当然全市场媒体都说这样很危险 对不对 有人解定存有人压房子全部去买了ETF 那到底ETF怎么看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疯狂了 我个人看法还没有啦 目前主生段还没有走完 末生段才是市场疯狂的时候 不过个股来说你要踩对节奏 什么叫踩对节奏 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 那么看昨天晚上的大事 我提到鸿海诚指标 因为外资买了9万多张 礼拜五哦 老师外资最那么凶 外资 包括比较保守的投信 也买了1万8千张 连自营商都买了1万1千多张 三大法买了十几万张 十几万张是多少钱 快要200亿 加上融资户也大增 融资增加2万张 增加超过2万张 红海是外资买超第一名 张述 投信买超第一名 自营商买超第一名 也是融资户增加第一名 全市场所有的关注点都在红海上面 可是老师今天还没涨停啊 早盘一试错的时候还涨停板 吓我一跳 不过在平盘附近小涨震荡的时候 尾盘拉起来了 尾盘拉起来 显然盘中 包括法人 包括大户都还在吃货 因为就比价效应来说 红海的股价 跟广达跟伪创来比较 实在是还委屈 红海去年也算10块钱 对不对 所以 我说啊 有没有 偏多不辩 全市场下周乘指标 昨天网写的 红海是这个礼拜的指标股 2万点关钱震荡 偏多不辩 我的看法没变 所以你不要看了上个礼拜 我还要杀台积点 尾盘跌了两百多点 这盘挂掉了 其实我在礼拜四的晚上 在昨天晚上大事的话 写得很清楚 所以美股确实因为科技股的影响 全部下来 科技股跌的比较深 四大指数全部收黑了 那美元指数和新台币 这比较关键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那道琼其实 美股四大指数都在修正 因为指标高档背离 创新高 指数创新高 KD指标没有创新高 他在修正的指标过热 还有指标高档背离的问题 在做修正 那MACD也快接近零轴了 当接近零轴再翻多的时候 那就是新涨势的一个开始 因为指标过热的修正 已经修正到一个段落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啊 当确实出现的时候 我一定第一时间再跟各位分享 来 标普也是高档背离啊 对不对 那也是高档背离啊 创新高指标就没过啊 所以 创新高指标没过 他必须下来做些整理 费办呢之前在这里 创新高指标也过了 所以费办这段冲出去了 那冲出去之后呢 因为涨多了拉回 包括我刚提到的 美国的殖利率往上走 那科技股 比较受 跟利率来讲 比较相关 比较敏感 所以科技股呢 这两天拉回的比较深 连费办指标都跌到二十几了 所以未来几天啊 我个人认为费办跌升会反弹 那反弹起来 我个人做法 曲尖 因为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地方费办要再喷出 再创新高 我认为是很难的 因为KD指标已经跑到这里来了 即使短线创新高 KD指标 非败一定会高档背离 如果他真的创新高的话 那个时候反而又是卖点 所以操作上这段期间 你就先区间操作 那区间操作 经过一段时间整理之后呢 我个人看法 两万点还是看得上去 还是看得到 而且会超过一段 那你看这一波 这波指标高档背离 也是我最先说的 包括美股四大指数 都高档背离对不对 是不是我最先说 是啊 可能两个礼拜前 一个多礼拜前 所以要成为赢家 有没有 唯有领先才是赢家 看我们怎么领先 在去年的11月20号 当时我说 去年的11月初 去年喔 是祖生段的祖生段开始 所以 既然是祖生段的祖生段 这个第三波啊 18619当时的历史高点 怎么会不过呢 一定过 而且目标摇指2万2 当时我就提到了 结果真的 最高已经来到2万112点 从去年当时我说 那时候 1万7200 就涨到2万1 2万0100 已经涨了2900点 所以是不是我最先提出来 全市场我最领先 其实你看在这里嘛 那个礼拜啊 11月20号那个礼拜 周线MACD柱状体 刚刚翻红你看 翻红之后是不是涨了一大段 对不对 涨了一大段 所以 全市场 唯有领先才是赢家 他挥达 在1月25号的 1月5号的起上点 你都看不出来 全市场就我看得出来 我说挥达要开始涨 就从这天 隔天挥达就开始喷 隔天啊 就是这天 这里是1月5号 这里是1月5号 这里啊 1月5号这里啊 在这里 变好小根的 隔天开始涨 一路涨了多少 涨了将近一倍 从490涨到974 涨到98% 那最近挥达呢 挥达最近在整理 挥达最近在整理 那在整理 有破坏多头走什么 没有啊 你看 这一段他回撤月线之后 又上去了 有没有 他现在来 连月线 月线还没来回撤 所以 趋势没有变 只是涨多的震荡拉回 涨多的震荡拉回 其实市场也在等待 匯达的开会 匯达 那这是 匯达上礼拜五的走势 上礼拜五 其实科技股走势 比较弱 匯达还算比较强的 早盘还 开低之后 拉到盘上 尾盘受影响 跌 小跌了 跌了0.12% 几乎收平盘了 其实早盘 匯达还算是科技股里面 走势比较强劲的 你看 去年的费半低档倍率 就在去年的10月31号 当时 拜登 50亿的晶片禁运 当天的汇达 也是创新低之后 拉升起来 也造成了 费成半导体的低档倍率 又是我 又是我最先提出来了 再来 新台币在去年10月底的高档倍率 也是我率先提出来 而且在节目里面 不断的跟投资朋友提醒 包括我的同学 我不是上礼拜在同学会吗 高中同学 他新台币就换到32的 我说你就没看我节目啊 对不对 来 新台币就在这里啊 是不是 32 如果你真的32以上把台币换了 这太可惜了 因为台币要升值嘛 K线往下是升值 新台币 就一路往下升了5.7% 那最近新台币呢 哎呦 今天新台币贬值到这个压力区了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地方最好不要 那不能贬上去啊 贬过压力区对大盘的走势 就比较有影响 那目前还没过 还没过 那MACD也还没翻证 MACD翻证之后 贬着区就出来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 最好是在这个地方区间震荡 甚至是往下 最好是KD指标往下 MACD正要翻证之后往下 那这个对汇率的变化来讲 是最好的走势 我们未来必须 密切的观察新台币的汇率啊 那美元指数呢 你看新台币贬的比较厉害 美元指数升的没那么厉害 所以美元指数在往下贬值之后呢 最近小反弹小幅升值 那其实你看看国际股市 德国股市在上礼拜四刚创新高 礼拜五也在新高附近震荡 法国股市上礼拜五也在新高附近震荡 只是这两天礼拜四礼拜五都收了一些上影线 上影线也不长啦 那日经指数呢今天终于出现反弹了 终于出现反弹了 不过日经指数我个人的判断 他要进入整理了 所以未来呢日经应该在这里混了 应该这样应该在这里混了 所以你有做日经指数的话 急谈人家在那卖方了 来回做来回做 因为即使这里日经创新高 KD指标肯定高档背离 MACD也不可能那么快翻证 所以日经要进入整理了 南韩呢南韩其实有没有 创新高KD没过 南韩因为指标高档的背离 他也要进入整理 所以老师那大家都要进入整理 对呀 所以台北股市说这个地方 要马上再过两万 我认为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即使短线上马上过两万 那他也会出现背离 所以在这个地方整理是比较合理 而且比较好的走势 修正过热的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交温指数上礼拜有看到 两万零一百一十二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整理 KD值有越来越低哦 有没有 已经破八十了 那如果再会个两天 MACD就变负向了 走了三波段了嘛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 应该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了嘛 那现在拉回之后 可能MACD如果转负的话 他也要进入整理 对不对 电子类伍几乎要转负 MACD要进入整理 OTC其实率先转负 有没有 我当时就说OTC会跟这里一样 这一段有没有 MACD转负的时候 他就区间整理嘛 也没有大跌哦 整理了大概一个月 对不对 所以现在整理了 一个多礼拜 所以他未来要在这个地方 区间整理 等到MACD指标 接近零轴 修正过热的指标之后 再找机会 有没有 这个位置是最好的买点 所以现在的操作就是 区间震荡整理的操作 区间怎么做 区间呢 急跌在那买方 急涨在那卖方嘛 就这样做 懂了吗 不管是国际股市 不管是台北股市 其实都有高档背离 或者是MACD转负 这区间整理的迹象出现 所以现在涨多之后 要震荡 他们要转空 只是要震荡整理 但震荡整理区间 老师没有股票可以做吗 还是有 像这两天的指标股 从上礼拜开始 不就是鸿海吗 鸿海真是强耶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持有鸿海 好长一段时间 却在这一两天 把鸿海给卖了 为什么 因为赚钱 所以这个就是人性上的弱点 如何排除这种人性上的弱点 我待会再跟各位分享 来 所以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扫描QR Code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来 你成为好朋友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每天的大世界化 筹码表格 还有盘前叮咛 再来就是强弱势谷的温度计 也就是我会把全市场排名最前面的前五强 和最弱的前五名 提出来给大家提醒和分享 因为我们系统是全市场 唯一能把技术面打分数的系统 因为我们打了分数才能排秩序 你才知道谁是第一名 不然谁知道 现在技术面第一名是谁 全市场只有我们的APP 只有我们的操盘系统 有打分数的功能能把技术面打分数 所以来 那怎么要看到大世界化 很简单 就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刚才的内容 所以很简单 我每天都要跟各位复习一下 赢家的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在去年的10月底11月初 我就说新台币高档背离 费半低档背离 新台币要升值了 费半低档背离要开始涨 对不对 去年的11月中 我说大盘1869要过了 结果已经来到20100点 对不对 所以去年的11月20号 真的是全市场最领先提出来的 再来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很简单 我们选股票不是指标交叉 因为指标交叉股票太多了 要成为要成就一档标股 一定要什么 量价筹码的共同配合 我们的做法就是用量价筹码打分数 加权平均达到95分 我才会出现讯号 所以大牛股类似鸿海 我们好久一段时间都没讯号 这个挑选严不严格 告诉各位真的很严格 所以网路上很多好朋友问 老师真的真的假的真的有吗 有就有讯号 那之前都没讯号吗 对呀 你看看鸿海 之前指标KD指标交叉了几次 均线也交叉来来回回几次 对不对 我相信用指标的人 用均线的人 看到鸿海都烦死 一直在盘整 你每次都追高杀低 你会买到高卖到低 他就盘整区间嘛 但是 当区间整个形态改变的时候 重点来了 我们系统出现讯号 所以这个才是操盘的重点 我今天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再来就是遵守纪律 有买有卖 因为我常说最高点在哪里不是我能决定 那是市场决定的 所以我不可能买最低也不可能卖最高 如果你要找一个老师或找一个系统 都买到最低卖到最高 真的我没办法 我们不是神 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 买在起上点卖在转弱点 所以鸿海你不要问我说 老师那到底目标在哪里 我不知道 到底是140吗 150吗 还是更高 还是郭董说200 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但是当他一路往上冲 但是转弱的时候 我们系统自然会有讯号 这才是赢家的策略 所以我的操作策略是 效率操作 因为我认为资金有时间价值 和机会成本 买在起账点 操作才会有效率 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看团队权力资源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说 老师我股市小白 我没有用过APP 也没有用过软体怎么办 看不懂怎么办 很简单 团队权力资源 各位看到没有 鸿海3月11号上礼拜一 鸿海有没有 提醒大家1点01分 鸿海当1点01分 当天鸿海没涨停 你买得到啊 109你一定买到 一定买得到 好来 鸿海3月11号出现 哇魁为那么久 这两三个月以来 没讯号 你如果用黑地指标的话 一定这里冲上去追 这里又砍掉 这里追又砍掉 所以我记得我在抖音上面 当时有人买来这里 这里98块半 最低98块半 那位投资人买了99块半 我说好棒 好厉害 但是我不会买 我不会在这里买鸿海啦 老师你这里不是买 几乎最低 怎么买这里 你也不晓得会涨啊 不是吗 我买这里啊 老师这里跟这里差10块 对 差10块 99块半 这109 差快10块钱 可是呢 这里有没有效率 这里就是有效率 然后呢不用卖 因为他没有平仓讯号 隔天109变119了 有没有效率 这里搞了一个多月 10块 10块钱 到这边20块钱 可是一般来说 你买在这里的人 大概这两天就卖了啦 我网路上很多好朋友 回答我说 哎呀老师 我说卖掉就可惜了 如果你这里买的 这两天会加码 那就很棒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里买的这两天 还没到 你反而就卖了 不就可惜了吗 很多投资朋友跟我反应 哎呀老师我真的卖了 好可惜 所以你买在这里 可能比我们便宜 但是我们买在这里 比较有效率 这就是一个超盘手的逻辑 你看上礼拜五 外资投资资金商 跟疯了一样 拼命去追红海 你会说奇怪 但他这里怎么不买啊 这就是超盘手的概念 因为我买进去 我不管买多少钱 未来更高我就对了 这样懂意思吗 很多投资朋友 我买的很便宜 未来更便宜你就错了嘛 这就是超盘手的概念 懂了没有 来 这两天一定很多人告诉你 哎呀 红海这个地方不要追了高档啊 是不是 90%同学都说这里不要追了 那我们买到这里呢 没差啊不是吗 来 3月15号 就上礼拜五啊 再涨 总共涨21%了 来到133了 反买爆掉了 盘中还涨停 来 今天来到137了 涨25% 红海涨25% 你看 这个是外资筹码 外资在上礼拜五买了9万多张 这里还追 投资也这里拼命追 你说老师投资这里为什么不买 那里买没效率懂了没有 买了半天别的股票涨爆了 红海就是不涨 那你买来干嘛 以反而操作来讲 他如果没有效率 操作没有绩效 他的操板手的位置就被换了 所以为什么反而他就是买强势股 这样懂了 懂了没有 是不是他买的还是对的 对啊 昨天不管外资投资商狂买 今天赚钱他就对了 懂了没有 这就是概念 那我们更棒 因为我们买来起账点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的逻辑 懂了吗 所以买再起账点 迅速脱离成本 你才报得住啊 你如果买了101102 甚至买了99块半 如果你报到现在 我给你拍拍手 很棒 而且前两天如果你还去加码 我给你拍拍手 如果你还没起账之前卖了 赚个3块5块 那就太可惜了 明明可以赚30块的 是不是 这就是人性 你要不要把我们的系统带回去 鸿海买在起账点呢 是不是 来 这起账点 讯号怎么来的 量价筹码打分数 刚才各位看到 鸿海前面两个月完全没讯号 这个才是棒的系统 连鸿海都有讯号 而且鸿海出现讯号之后 竟然鸿海都快变成标股了 是不是 电子一哥 这么大桶的股票 竟然会飙呢 大象都会飞了 长翅膀了 是不是 你看 翅膀是我们给的 所以你看 很多投票说 老师我看不懂 很简直怎么看不懂 台光电这不就讯号吗 我在抖音上面也说了 台光电危险了 因为MAC转负了 是不是 你要会买会卖 会买会卖 再强调一遍 会买会卖 我不可能卖最高 但是我卖了一个相对转弱点 懂了没有 这就是操盘 台光电漂不漂亮 很漂亮啊 对不对 很漂亮啊 是不是 卖得漂亮 漂亮啊 会买会卖 来 世新 有没有卖得漂亮 最高点那一天 黄金交叉 KD黄金交叉 隔天卖一点 噼里啪啦往下掉 对 回撤这个地方也只跌了 但是这个地方出现讯号没有 世新KY 有做多讯号再来 你看 最高点都跑掉了 是不是 见准呢 他也还没做多讯号 你买在这里 卖在这里有没有赚钱 有 我没有卖最高点 老师你没有卖这里 我不是神 买这里卖这里 有赚就对了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概念 有没有 那现在见准 见准就不买了 那如果你想要买 买在季线附近 以一个强反弹的概念来筹筹 目前我是不会去买见准的 就跟之前 我不买红海一样概念 红海出现讯号没有 当时没有嘛 对不对 等到出现讯号再来 安国呢 也是我说的 之前大波段 这里是不是该卖 安国我们有没有做多讯号 这一段 没有 从200多跌到120 跌100块了 是不是 所以你就不要碰 一定有多头的股票 给你碰 给你买 记家有没有 你买这里卖这里就赚爆了 是不是 是不是掉下来 这里有个反弹行情 可能有啦 那这里会不会做多 我不会啊 等到记家 整理那么久 这里出现讯号 未来可能这里出现讯号再来 这样懂了吧 有没有 懂了吧 亚细也是 这里我们亚细赚多少 这里是不是下来了 到今天下来 你看亚细 当时亚细 去年封关 12月29号那天 这一天 12月29号 结果涨了几根停板 涨了八根停板 一月份涨全涨 涨第一名的就亚细 涨了148% 一月份 对不对 那结果出现平昌讯号 我说反弹起来卖啊 又要拍手 所以你是不是该买这里卖这里 中间的正常都不用理他啦 你只要看了什么讯号就好了 对不对 沿通也是啊 当时我预告说要卖这里 这里要卖啊 就下来了 就下来了 是不是下来了 是 所以你要会买会卖 你看 沿通什么时候 1月24号 沿通在这里 1月24号 有没有 1月24号 涨了三根停板 涨了59% 建议各位 这里隔天怎么样 隔天解禁 因为关锦币12天 解禁你不要追 是不是下来了 当天还涨停哦 就下来了 3月就下来了 是不是 达新材料也是一段啊 达新材料来 涨了一段几%我们来看一下 59% 那出现平昌的反弹减碼 会买会卖就赚爆了 所以中间的盘震荡 你不要紧张 不要理他 那出现平昌虛碼 我们就走人再换股操作 就那么容易 所以要成为赢家去这样做 就照做就对了 文业呢 不要跟我说老师这地方 文业可不可以买 这里的时候看 我们文业涨了50几%咯 这里有没有转弱 也提前预告转弱了 也许这天反弹来到季线了 短线上 除非这里出现讯号再买回来 不然我们找对的标例买回来 总比买弱势股来的有效率 懂了吗 这就是操作的概念 所以你看 是不是有买有卖 操作才会轻松自在 不晓得怎么卖呢 跟着我们 不晓得怎么卖怎么卖 双红 双红还没卖 你看我们系统 从这里 出现讯号 涨了几根停板 涨了 五根嘛 对不对 78% 最高点已经93%了 这两天拉回来 双红没有平常讯号 这天还跌停 3月14号 上礼拜四 跌停板 又拉起来 上礼拜五 今天再出上去 哎哟 他MACD还没转负 不过 什么齐红就出现平常讯号了 有没有 齐红涨几%我们来看一下 也涨70几% 70几% 来 哎哟 平常讯号出来 所以这两天反弹上来 我建议你齐红卖掉 因为齐红MACD转负了 所以双红流浪 齐红卖掉 这就是我的操盘概念 齐红你卖掉 这里买进去 这里卖掉 还是算爆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操作的逻辑 很多涨多的股票 你不要追 但是如果有好股票出现起上点 跟着我们进场布局 你不用追涨了五成 涨了八成的股票 可以 但是你可以跟着我们 找到好股票 每一档好股票的起账点 来 所以你看 是不是买在起账点 迅速搓离成本 你才抱得住 就像鸿海一样 要月来 最近出现讯号了 涨了几根 两根 这地方在震荡 震荡之后呢 上礼拜是创新一档 哎哟这两天拉回 来 还没有平常讯号 还好 那续报嘛 要月续报 还有哪一档 这档是齐红 齐红上礼拜还表现了还可以 12号又一根涨 第二根涨停之后呢 上礼拜三创新高 拉回来 哎哟 礼拜五小反弹 今天弹起来了 所以我说你真的不要看 每天看那个紧张钥匙 对不对 平常讯号出来没有 没有你就续报 有没有很简单 其实真的很简单 操作你一定要很简单 你不用每天盯盘的 对不对 你只要知道有讯号 有讯号股票 记在笔记本里面 而且这个讯号 我会在每天盘中大概尾盘 一点到一点十五分 提醒大家 你就把那些股票 记在你的什么 自权股里面 追踪 有大跌的 有拉回来的进场 富士达好大一段 这两天创新高 这五根停板 四根停板 128% 到今天还不用出 还不用出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你看 达兴59% 达兴财 对不对 齐鸿77% 这两档都出现平常讯号 都平常讯号 这两档 达兴财量和齐鸿 来 双红呢 双红93% 还没出现平常讯号 今天还大涨 对不对 今天还大涨 就还没有平常讯号 对不对 那齐鸿呢 今天也几乎穿上瘦盘新高 对不对 鸿海最棒 鸿海最厉害 所以大牛会跳舞 对 这里才厉害了 我们这里都没讯号 这里厉不厉害 所以你等了两三个月 终于在3月11号 等到鸿海的起上点 有没有 12号继续涨 所以法人也是这样做 法人看到涨就拼命追 这两天虽然黑K 法人还在追 是不是 到了上礼拜五 外资9万多张 投信18000张 自营商11000张 融资2万张 所有包括法人主力大户 业内散户全部进去了 还会涨 还会涨 所以今天看起来 全部进去了 上礼拜五 今天继续涨 今天继续创新高137 你不要问我150会不会来 高点在哪里我不知道 他转弱我们自然会出 当然现在就续报 要成为赢家 其实很简单 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得到 老师鸿海还要不出 还可不可以买 可惜了 109 119 那其实那两根 刚启动的两根 礼拜一礼拜二 是蛮不错的买点 可是你看礼拜五反而拼命追 所以看起来还有高点 当然就续报 不用羡慕 你只要拥有我们APP 你也可以轻松做到 我已经把最复杂的选股工程 简单化 有买有卖 我不是可能买最低 也没有办法卖最高 但是我买起账点 卖转弱点 跟着大师的角色信号 你的操作可以很轻松 支付APP负责什么 负责选股票 各位你就负责数超票就对了 你看到这次的鸿海真的 变成全市场的领头羊 变全市场的指标股 在上礼拜一 3月11号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来 各位你的选择真的只有两个 如果你是每天在盯盘的超盘手 你的工作就在选标股 你就是每天在市场上交易的投资人 你专业的超盘手 专业投资人的话 你当然唯一的选择 就是把我们的 支付赢家APP 把筹码大师的APP带回去 有讯号 我会在尾盘提醒你们 那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呢 盘中即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震荡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哥哥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能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我筹码大师最贴盘的资讯喔